OBD-2故障代码技术说明废弃在循环传感器B的电路范围,性能这是什么意思? 这是通用的动力总成诊断故障代码DTC,这意味着它涵盖了1996年以后的所有品牌、型号。 但是,具体的故障排除步骤会因车辆而异。 车在诊断OBD-2故障代码P046E是与在排气在循环EGR-2B电路中引起的范围或性能问题有关的通用故障代码。 EGR-2B的目的是将调节量的废气引入进气气管。 目的是将气缸盖温度保持在2500华氏度以下。 当温度升高到2500华氏度以上时,会形成硝酸炎NOX。 NOX造成烟雾和大气污染。 动力总成控制模块PCM或电子控制模块ECM的控制计算机以检测到异常低、高或不存在的信号电压。 请参阅制造商特定的维修指南,以确定确切的车辆中哪个是B传感器。 EGR操作原理故障代码P046E在所有车辆上都涉及相同的问题,但是,EGR,传感器和激活方法有很多类型。 唯一的相似之处是它们都将废气排放到进气气管中以冷却气钢盖温度。 在错误的时间将用过的废气引入发动机会降低马力,并导致怠速或熄火。 考虑到这一点,计算机编程仅在发动机RPM高于2000时打开EGR,而再负载下则关闭。 症状症状取决于故障时EGR疏轴的位置。 服务引擎即将亮起,并将设置OBD代码P046E。 另外,可以设置与EGR传感器故障有关的第二代码。 代码P044C涉及低传感器电压,代码P044D涉及高电压情况。 如果EGR疏轴被部分打开,车辆将无法很好的怠速或失速在负载下或高RPM时会听到暴震的声音。 所有潜在原因EGR传感器必不良传感器限速故障EGR消钉卡在关闭位置,并且积碳阻止其打开EGR电磁阀真空不足EGR电磁阀不良EGR位置传感器不良插压反馈EGR传感器。 维修程序所有EGR阀都有共同点将废弃从排气再循环到进气气管。 除此之外,它们在调节梳轴的张开和感知其位置的方法上有所不同。 以下维修程序代表了导致EGR系统中大多数故障的最常见问题。 线数或传感器故障需要维修手册,以确定正确的电线识别和诊断程序。 请记住,制造商之间的接线有所不同,并且如果探测到错误的电线,计算机的反应也会不佳。 如果您使用了错误的导线,并通过计算机的传感器输入端子发送了过多的电压,计算机将开始油炸。 同时,如果断开了错误的连接器,则计算机可能会丢失其编程,导致车辆无法再次启动,直到经销商对计算机进行重新编程为止。 代码P046E表示必电路故障,因此请检查EGR传感器连接器是否腐蚀,端子是否弯曲或推出或连接是否松动。 清除所有腐蚀,然后重新固定连接器,卸下电连接器并卸下EGR。 检查EGR进气和排气是否结胶,必要时清除任何胶化,以使梳轴平稳地上下移动。 检查从EGR到电磁阀的真空管路,如果发现任何缺陷,请更换真空管路。 检查螺线管垫连接器是否腐蚀或损坏。 如果车辆是福特汽车,请沿着两条真空软管从EGR到起管后部的压差反馈EGR传感器DPFE。 检查两个压力软管是否腐蚀。 经验表明,这些软管会堵塞废气中的碳。 使用小号螺丝起字或类似工具并清洁耐腐蚀的软管,传感器将重新开始工作。 如果最常见的测试未能解决问题,则需要维修手册以继续测试接线电路。 最好的解决方案是使用适当的诊断设备将车辆运送到服务设施。 它们可以快速识别并修复此类问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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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ilj Style & 亚 Kaw Storm soul 혼ез inteladi股 pul 适当的诊断osta 直接放准以后連aws都积阳火哥们才有 annihil 转发 multiplier晃脏之距。 Fitness意证分